同学聚会前,班长在群里发起一个收入调查 大家放心,调查是匿名的 目的是根据同学们的经济状况 来规划本次活动内容和费用支出 因为程序错误,我不知道自己选的财富自由 变成了最低档月入三千以下 我更不知道,调查结果没有匿名 证文开始 毕业15年的高中同学聚会 地点定在一家度假山庄 我到的时候,包间里似乎已经坐了不少人 他那会学习成绩那么牛,没想到混得这么惨 一月三千都不到啊 我靠,所以他是觉得丢人 这些年才不跟大家 也不知道他们在讨论谁,气氛还挺热烈 我把门推开,十几双眼睛齐刷刷看了过来 女同学各个打扮得珠光宝器 男同学则是领带衬衫大手表 显得我这个只穿了休闲服的人格格不入 班长蹭了一下,站起来 指着我惊喜道,周浩 我冲他点头,还以为你不来了呢 他推着我坐在林门口最近的位置上 对着众人道,你们不知道他的联系方式多难找 我费了老大劲,才加到他微信,拉群里的 不知道谁说,大学霸,这么多年杳无音讯 你是不是故意躲着老同学们啊 我笑道,怎么会 大学毕业后出国读研,就一直待国外了 最近才刚回来的 国外 嘿哟,我的天 你不会还在念书吧 一个语调很夸张的声音响起 我抬眼看去,是一个身材圆润的小眼睛男人 很眼熟,但就是想不起名字 有人及时解围 周浩,胡一阳你都不认得了 你俩上学那阵还打过架呢 想起来了 胡一阳当年学习成绩烂到发指 老师每次训他的时候都会拿我做对比 渐渐的,他对我就越来越不满了 他每次抱着篮球从我身边路过 都要讥讽一句,输呆子 时过境迁 当初我俩为什么打架我都忘了 不好意思啊老同学,太久没见了 不能怪我认不出来 他现在的体重,估计是当初的两倍都不止 胡一阳脸上带着一抹意味不明的笑 确实很久不见了 那说说呗,你现在丹妈呢 大家伙都很好奇 就是啊,快说快说 众人也跟着催促 我刚开口,我现在在国外 这时包间门打开了 一对俊男靓女并肩走了进来 男的一身高级定制西装 气质慵懒随意 女的五官柔美 挽着身旁的男人 脸上带着得体的笑容 班长喜行余色 韩公子来了 还有咱们的徐大美女 包间里气氛瞬间活跃起来 众人跟两个人热情地打着招呼 胡一阳促霞地笑 对来人几眉弄眼 韩公子,看看今天还有谁来了 男人目光落到我身上 他上下打量一番 嘴角勾起 周浩 我微微点头 不假思索说出了他的名字 韩瑜 忘了谁我也忘不了他 我高中三年的死对头 还有 我看向他身边年过三十 依旧漂亮的女人 我的初恋 徐世奇 徐世奇眼神跟我对上 又轻描淡写地一开 高考结束的第二天 他跟我提出了分手 我不死心地追问他为什么 直到韩瑜给了我一张照片 那一刻我如遭雷击 我珍惜呵护的女孩 跟韩瑜在酒店的大床上紧紧相拥 眼神迷离 原来高考结束的当晚 徐世奇就跟韩瑜去开了房 韩瑜不忘羞辱我 你一个穷小子 上大学的学费都得自己挣 可以谈恋爱吗 我失魂落魄的样子 让他无比痛快 而我跟徐世奇 自那以后再也没见过面 帮他跑腿打饭 整理笔记 复习功课 省钱买身礼物的那个我 以为高考之后 就可以挣大光明在一起的我 活活像笑话 思绪从往事中拉回 当初的愤闷 早已烟消云散 我静静看着两人 坐到了对面的主兵位 胡一阳自动做起了前情提要 你俩来之前 我们正跟周浩聊呢 人说他这些年都在国外 最近才刚回来 韩瑜看向我是吗 看来是学成归来了呀 我记得你大学 志愿填的是计算机吧 进哪家互联网大厂了 我白手没有没有 我回国就是休息一段时间 他脱口而出休息 那不就是还没工作 我一正 倒是没料到他会这么想 这时 韩瑜身旁有个人凑到他耳边 说悄悄话 我认出那人是张燕萍 张燕萍高中的时候 跟我一样是贫困生 可他不把精力放在 学习拿奖学金上 成天就跟在韩瑜屁股后面 当狗腿子跟班 因为韩瑜家里有钱 指缝里随便露一点 就够他几个月的零花钱 韩瑜眼中先是闪过 不可置信 张燕萍憫憋着笑 指了指自己手机 韩瑜看了看手机 又看向我 随即爆发出一阵大笑 虽然不知道 两个人在说什么 但是韩瑜看我时 眼里的轻蔑 还是跟以前一模一样 只不过 我已经不是当初那个 自卑敏感的矛头小子了 韩瑜脸上 甚至出现了几分怜悯 周浩 其实在座的都是老同学 有什么困难你就说 说明大家还能帮你呢 我诧异起来 帮我 班长跟着附和 对 周浩 你就说说呗 韩瑜继承家里的厂子 当了老板 帮你解决工作 那就是碎碎个事 我哭笑不得 不劳大家费心 我有工作 张燕萍吃笑道 得了得了 对有的人来说 那面子就是能当饭吃呢 然后他盯着韩瑜 放桌上的车钥匙 突然拍起了马屁 韩公子 这是又换车了 韩瑜不慎在意的摆摆手 我家老头说 我现在大小是个老板 要稳重 这不 非让我换个A8开 那接下来得一百多万吧 差不多 好家伙 在我老家 这就是两套房了 切 你老家那是什么 鸟不拉屎的地方 让韩公子买这车 跟喝水一样简单 韩瑜坦然接受 众人的夸赞恭维 偶尔不无得意地瞟我一眼 他身边的徐诗奇 鱼有容烟一般 跟着默默微笑 我默默低头喝茶 班长扫尸了一圈 说道 现在就差高婷婷了 每次聚会都最后一个来 话音刚落 一个浓妆艳抹的女人走了进来 一张嘴就是大嗓门 班长 我这不是来了吗 上学的时候 高婷婷跟徐诗奇是闺蜜 她一直不赞成徐诗奇跟我谈恋爱 理由是 跟我这个穷小子 不可能有未来 高婷婷静止走向徐诗奇身旁的空座 诗奇 你老公可以啊 换车比换衣服还快 徐诗奇柔柔笑道 哎呀 没有了 高婷婷斩钉截铁地说 还说没有 停车场的兰博基尼 除了你们两口子 还能是谁的 徐诗奇的笑缓缓收起 啊 那不是我们的呀 高婷婷看了看徐诗奇 又看向韩宇 真不是啊 那是谁的 众人一听也都来了兴致 纷纷猜测起来 我靠 咱班谁这么豪横 比韩公子派头都大 是谁发财了 行啊 出息了呀 韩宇淡淡道 应该是这山庄 其他房间客人的吧 张燕萍跟着点头 你们也不动脑子想想 咱们班除了韩公子 还有谁有这个财力 几百万的车 说买就买呀 众人一想也对 八卦的心都歇了下来 我轻咳一声 那车 是我的 我声音不大 包间内却瞬间安静下来 高婷婷此刻才注意到我的存在 她显然十分意外 呀 班的学霸周浩吗 这些年躲哪儿去了 这混的是好事坏 也不跟同学们联系联系 胡一扬显然不相信我的话 你的 我还说是我的呢 张燕萍也是一脸无语 哥们 顾郎 说大话也不怕闪了舌头 你知道那车得多钱吗 你就敢 我从口袋掏出车钥匙 对她晃了晃 知道啊 看到我手里的车钥匙 她脸色立刻变了 剩下的半句话 吞进了肚子 别说张燕萍了 所有人都像见鬼了一样看着我 包间内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高婷婷瞪大了双眼 徐世奇震惊又疑惑 韩宇皱起了眉 她的目光 在我和车钥匙之间来回勋勋 好办上 不知道谁由衷感叹了一句 卧槽 众人方才回过神来 周浩 真是你的呀 你啥时候买的 这这这班长 刚刚一来 你们不是说 韩宇突然扬声道 你说车是你的 那我问你 这车保养周期是多久 有什么特别的保养项目 保养费用是多少 她直直盯着我 其他人听到这话 也都安静下来看向我 等待我的回答 我摇头 不太清楚 我是真不知道 这些问题向来用不着我操心 可这话在他们听来 就变位了 张燕萍像抓住了我的漏洞一样 立刻大声叫起来 哎 车如果是你的 你怎么可能不知道 韩宇似乎是心中所想 得到了验证 一脸果然如此的表情 整个人肉眼可见地放松下来 她往椅背上一靠 轻飘飘道 我听说兰博基尼这种车 租一天的费用至少得小一万 你们说租这种车的人 到底都是什么心态 说吧 她又看向我 周浩 你千万别多想 我没说你呀 我不在意地笑笑 众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讨论起来 还能是什么心态 装逼呗 我觉得吧 凡事都要量力而行 一个人平时是什么档次 认识的人心里都明镜一样 真没必要 高婷婷笑得咯咯咯 就好比一个天天挤地铁的人 说他有一屋子爱马仕 并没装起来 只会让听的人觉得可笑 胡一阳抬手示意众人安静 好了 大家都别说了 她跟韩宇挑了下眉 随后转头一脸兼并地看着我 周浩 我相信你 这豪车就是你的 那你再跟同学们说说 你是怎么挣钱的 我们也学学 她话是这么说 可那副嘴脸一眼假 我懒得跟她说太多 便言简一概 创业了 创业呀 胡一阳做出恍然大悟的样子 一个男同学插嘴 我有个高中都没念完的表弟 天天家里蹲 对外也说创业呢 不少人毫不掩饰地笑起来 胡一阳阳怒 说什么呢 你表弟是你表弟 跟周总比得着吗 说话的人憋着笑 对对对 不一样 毕竟他可不敢去租个兰博基尼 参加同学会 包间内又是一阵哄笑 韩宇食指在桌上敲了几下 班长 人都来齐了吧 班长举起酒杯站起来 同学们 我讲两句呀 首先 敬和咱们毕业15周年 再次相聚 其次 欢迎周浩同学这个失踪人口回归 不光是这一次 下一次20周年聚会 所有人都还得来呀 韩宇沉声道 咱们班这个传统非常好 五年聚一次 一起互相见证 成家立业生孩子 很有意义 趁着今天聚会 我跟施琪也有个好消息 要分享给大家 他跟徐施琪相识一笑 施琪肚子里 已经有了我们的宝宝 刚满三个月 众人一听 纷纷向二人道喜 高婷婷不满 施琪 你也太不够意思了吧 怀孕都不跟我说 徐施琪小声道 我婆婆说 三个月之前胎不稳 谁都不能说的 你备孕这么久 电视台那边 是不是都好久没去了 你专业是播音主持 又长得好看 再干几年 说不准就是台柱子了 等孩子生了 施琪就会辞职 以后安心在家 陪孩子就行了 韩玉搂住徐施琪的肩膀 一副大男子主义的模样 我们韩家的媳妇 不用那么辛苦 徐施琪脸色 有一瞬间的不自然 随后又跟着笑了起来 我想起当年 填报志愿的时候 徐施琪特别自信地说 她以后一定要做 一个家喻户晓的主持人 成为一个优秀 又专业的事业型女性 她呼地看向我 周浩 你结婚了吧 所有人目光 再次集中到我身上 还没 众人都有些意外 胡一扬开始夸张地大叫 不是吧不是吧 尊贵的兰博金尼车主想结婚 那不得一堆女人排着队要嫁呀 有几个人听到她这话 滴滴笑了起来 我没在意 她那饱含讥讽的调侃 淡淡道 我女朋友说想以失业为先 我尊重她的意愿 且 张燕萍显然不信 三十多了还没结婚 最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别找那老多理由 想想是不是彩礼没给够 还是房子没到位 徐施琪追问 那你女朋友是做什么的 我如实回答 她做翻译 具体呢是同声传译 所以经常需要参加一些国际会议 或者跨国商业谈判 说起来比我都忙 高婷婷立刻接话 哟 好洋气呀 我活这么大 也就只听说过一个学妹干这行的 不过人家是白富美 专门去英国留学学的 我点点头 对啊 我女朋友也是 她翻了个白眼 那给你女朋友打个电话呗 让我们也看看 高级人才长什么样 她现在在国外 有时差 不太方便 刚一说完 张燕萍就跟身旁的几个人 挤眉弄眼 高婷婷也是一脸不相信的表情 韩宇微省笑 还是周浩聪明啊 跟上学的时候一样 就算是做错了的题目 也能给老师讲得头头是道 我不傻 听得出来她这话到底什么意思 我没再说什么 回了她一个笑 他们信不信 对我都没什么影响 我毫不在乎 一阵手机铃声响起 韩宇对着众人 做了个晋升的手势 对呀 我是在龙湖山庄 这部同学聚会们今天 新区管委会的赵主任 今天也在这里 行 我知道了 韩宇挂掉电话后 对着众人道 不好意思了诸位 我先适陪一会儿 有人问 韩公子有事 是啊 我跟我家老头打算 今年把厂子规模再扩大扩大 想要拿到土地使用权 可不得靠这位赵主任吗 老头非让我过去打招呼 他脸上带着一如既往的傲色 仿佛在说 这屋里也就只有 我有资格跟政府要员来往 那韩公子快去呗 别耽误了正事 韩宇起身 让徐世奇给他整理衣服 我也站了起来 胡一阳健壮忙大喊 哎 周总你干嘛呀 怎么 你也要去找赵主任啊 他的话又惹得众人 爆发出一阵大笑 韩宇邪腻我一眼 眼底满事不屑 我笑笑 我上厕所 厕所在过到尽头 回来时路过其中一个包间 门虚掩着 我能很清楚地听见 里头在说话 赵主任 我是某某厂的经理韩宇 上个月 我们在您办公室见过面滴 不好意思 我今天是朋友私下聚会 不谈公事 没没没 我就是过来跟您敬一杯 没别的意思 敬酒呢 也大可不必 我今天开车了 不方便喝酒 我回到包间后没多久 韩宇也回来了 他面无表情 看不出任何异样 众人此刻正在聊房子 孩子快上小学了 还是得入一套学区房才行啊 还好我们家那位有远见 买房的时候就冲着学位去的 现在不用发愁了 韩公子 你孩子以后打算在哪上学啊 韩宇没反应 徐世奇戳了下他 他才漫不经心道 我们不准备在国内卷了 孩子就让他从小上国际学校 到了高中出国 不过我跟世奇 最近也在看房子 等有了孩子 再加上月嫂 阿姨 两边父母来小住什么的 现在的房子还是有点小 高婷婷诧异 你家现在那可是300平 还不够住啊 徐世奇左手理了理掉落的头发 露出手指上的大钻戒 笑道 其实我们一直 就有换别墅的打算 现在宝宝快出生了 就要抓紧了 众人听了又是羡慕又是感慨 到底是韩公子 牛 有个卷发的女同学说道 说起别墅 我有个朋友 在中海别墅院的物业上班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那里 环境特别好 徐世奇连忙摆手 这种级别的 我们可看不起 班长择舌 中海别墅院 是A市顶尖的豪宅 总家那得一个小目标呢 也不知道 都是哪些人在买这种豪宅 没老板吧 他们兴奋地讨论着 我默默吃菜 胡一扬突然Q我 周总 你看你都开兰博基尼了 中海的别墅不来一栋 有人说 胡一扬 你差不多得了啊 我怎么了 我就是觉得 只有这种顶级豪宅 才配得上尊贵的 兰博基尼车主的身份嘛 胡一扬坏笑着看我 等着我的回答 我看向他 慢条思理道 你怎么知道我买了 中海的别墅 我上个月刚买的 扑 有人一口茶喷了出来 班长一脸无虞 高婷婷跟徐世奇对视一眼 前者指了指自己脑袋 意思是我脑子进水了 张燕萍已经笑得直不起腰了 哎呦卧槽 我不行了 我不行了 我宣布 我今天所有的笑点 都被周浩一个人承包了 哈哈哈哈 乐死我了 胡一扬对着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算是懂了 出门在外 身份都是自己给的 其他人更是笑作一团 包间内热闹的气氛 简直到达了高潮 外头的服务员路过 都忍不住要停下看一看 班长看不下去了 对着我苦口婆心起来 周浩 这玩笑开得就没意思了 我手机响了起来 是我女朋友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正准备出去接 胡一扬一把按住我 宣宝 哟 是女朋友吧 那就在这儿接 别害羞嘛 就是就是 都是老同学 怕什么 众人起哄说 想看看我女朋友 我想想也没什么 就按下了接听 一头干练短发的女友 出现在镜头里 离我最近的两个人 在看到女友后 倒吸一口凉气 亲爱的 你在哪呢 我今天高中同学聚会 你忘了 女友恍然大悟 哦对对对 看我这记性 我关心到 你忙吗 对了 活动顺利吗 嗯 这次经济峰会上 又见到了不少老熟人 还有几个你的校友呢 我跟你说 英国这天气 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 我要赶紧回国 好 到时候我去接你 爱你 电话挂断 刚刚还杂杂呼呼的胡一扬 此刻看着我不说话 面色胡疑 离我比较近的一个女同学 由衷感慨 天呐 周浩你女朋友 长得跟女明星一样 也太漂亮了吧 对面的徐世奇 脸色一变 很快又恢复正常 我笑了 他要是听到你这话 一定很开心 周浩你女朋友 真在国外啊 我靠 我刚刚以为他胡说八道呢 那他真的是翻译吗 人家那个叫同声传译 更厉害好吧 高婷婷却嗤之以鼻 你们怎么这么好骗啊 随便找个人 打个电话 能说明什么呀 胡一扬似乎也反应过来 赶紧说 就是 刚刚突然说去上厕所 就是安排演员 去了吧 嘖嘖嘖 周浩 我说你今天可真是煞费苦心啊 我哑然失笑 没想到 他们居然会觉得 我女朋友是我找来的演员 不知道谁喊 你有本事 就再找人来证明一下 你买了中海的房子呗 张艳萍撇撇嘴 他能找到个屁的证明 这别墅总不能也跟车一样 还对外出租吧 众人哄笑 个个看我的眼神 都带上了怜悯和不认同 高婷婷讥讽道 所以说做人呢 还是得脚踏实地 不然只会像个跳梁小 那个 卷发的女同学忽然打断她 弱弱地说 我刚刚问了我朋友 她说中海上个月 确实成交了一套最大面积的别墅 业主就姓周 所有人难以置信 齐齐看向我 我回以一个微笑 这次可不是我说的 但是 徐世奇温声细语道 你朋友没有说业主全名吗 卷发女同学摇头 她说他们本来就不能透露业主信息的 全名绝对不能再告诉我了 屋内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一直没说话的韩宇 突然把筷子重重往桌上一撂 她身旁的徐世奇都被吓了一跳 周浩 你他妈差不多就得了 你今天就是处心积虑 故意处处压我一头是吧 啊 就为了过个嘴瘾 你有意思吗 幼不幼稚 丢不丢人 韩宇骤然发怒 脖子上青筋都起来了 因为她 包间内气氛变得无比尴尬 班长试图打圆场 都是老同学 没必要动气 周浩跟大家好久没见了 可能就是开开玩笑吗 韩宇不为所动继续输出 我告诉你周浩 你不想承认也得承认 你他妈过去 也就是在成绩上能跟我比一比 现在出了学校 你再来跟我比 什么都不是你知道吗 听她说起过去 我本应该生气的 但我只是静静看着她 甚至还笑了笑 我的态度更加激怒了她 她音量陡然升高 承认自己是个loser 有那么难吗 你那可笑的自尊心 能值几个钱 你以为大家伙 谁还真信了 你那些草稿都不打的牛逼 不过是把你当小丑一样 逗一逗找个乐子罢了 中海别墅 别说你这辈子买不起 你祖宗十八代 加起来都买不起 哪天你真买了 我韩宇叫你一声爹 我从容地喝了一口茶 相比于他 我淡定多了 韩宇 在别处受了气 就对着我发火 不太好吧 你他妈说什么呢 我提高音量 我说 人家赵主任不给你面子 不喝你敬的酒 你也犯不着 把气朝我这撒 我可不欠你的 韩宇脸色一变 眼中闪过一丝尴尬和恼怒 你放什么狗屁 你算哪根葱 你连赵主任这种人的 一根头发丝都挨不着 周总 一道声音突然从门口传来 所有人扭头去看 韩宇看到后 大感意外 他条件反射般站起来 赵主任 赵主任没理会他 一只脚已经跨了进来 他看着我惊喜道 周总 没想到你也在这儿呢 出于礼貌 我走到门口跟他握手 对 跟老同学吃个饭 早知道你也在这里 咱们应该喝一杯的 您跟朋友聚会 我怎么好意思打扰 他颇为不赞同 看你说的 只要周总有时间 我就有时间 我笑 那咱们回头再约 行 说好了呀 我等你 赵主任得到了我的承诺 乐呵呵地走了 全程没有给韩宇一个眼神 我一转身 身后众人都用一样的眼神看着我 韩宇还保持站立的姿势 一脸猛逼 显然对刚刚发生的事 还不太理解 班长小心翼翼问我 周浩 你跟那位领导是什么关系啊 还没确定的是 我不想多说 于是含糊到 一些事业上的合作罢了 说完我就对上了 胡一阳和张燕萍 直勾勾的眼神 审视 探究 疑惑 我慢悠悠道 赵主任可不是 我能请得动的演员 不信你们问韩宇咯 两个人今天头一次 没再出声反驳我 只是神情复杂地 看了一眼韩宇 韩宇脸已经仗成了一块猪肝 毕竟刚刚赵主任 没给他面子 可是所有人都看到了 许诗奇不安地看向他 班长再次问我 周浩 你到底是干嘛的 我早都说了呀 我毕业后就创业了 开了个小公司 一个男同学拿着手机 突然激动地大喊 卧槽 你们看今天的财经新闻推送 他念了起来 科技归根 百亿富豪周浩的 IT孵化之梦 周浩在采访中表示 信息技术是推动 现代化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资源和能力 在A市新区 投资数议员 建立一个IT孵化中心 他还表示 希望随着孵化中心的运营 为A市的创业者们 提供一个舒适便利的工作环境 见证各种创业项目 在这里诞生 成长 壮大 不难预料 此举不仅会为A市 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也会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和企业 将目光放到A市 带动经济更加繁荣 文章被转发到了群里 一打开 赫然就是一张我的个人照 刀尖里再次陷入沉默 时间仿佛凝固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一个人颤颤巍巍的念叨 百 亿 富 豪 周浩 我的妈呀 这这这 这是咱班这个周浩对吧 废话 照片都有了 所有人交换着震惊的眼神 惊叹声此起彼伏 胡一扬死死盯着手机 张燕萍咬牙看看我 又看看手机 然后再看我 高婷婷笑不出来了 而韩宇和徐世奇 一个脸色发黑 一个脸上写满了不可思议 显然 这则新闻 或者说这个认知 像一颗重磅炸弹 让他们感到难以接受 班长激动的站了起来 周浩 周总 你可真是太谦虚了 太低调了 我们真是没想到 你现在这么厉害 我淡淡一笑 也没有吧 我说我开的是兰博基尼 住的是中海别墅 是大家不信吗 胡一扬和张燕萍 骚得要命 脸都快埋桌子底下了 众人回过神来以后 包间里快炸翻天了 一群人兴奋的围住我 周浩 你开的是什么公司啊 AI科技 在硅谷 哇靠 人工智能呀 你现在这身价 你公司是不是上市了 对 媒体吗 总爱夸张一些 欣人眼球 没那么多的其实 周总 你就别谦虚了 那你的别墅 真的花了一个小目标吗 其实早在上学那阵 我就觉得 周浩不是持中午 迟早要出人头地 老话怎么说来着 末期少年穷 太励志了 我的老天爷 我要跟我媳妇说 我同学是大佬 连高婷婷也尴尬地笑道 周浩 刚刚是我们 有眼不识泰山 你千万别介意哈 面对众人态度 180度大反转的热情 我还真有点招架不住 突然哐当一声巨响 桌子上的碗碟都被震动 众人吓了一跳 韩羽黑着脸站了起来 我还有事 先走了 说吧 他推开椅子 就迈出了门 路过我身边时 他视线跟我对上 脸上满是不愤和脑目 徐世奇一个人尴尬地 坐在原处 他强撑着笑道 家里有点急事 同学们不好意思 那我也先走了 两口子走了以后 不知道谁先起了个头 语气挺不屑的 要我说 韩公子大可不必 人外有人 更何况周浩是咱们的老同学了 不能见不得人好吧 几个人立刻附和 其实我早看不惯他了 不就是仗着家里有几个钱吗 哪个是靠他自己挣来的 同学们客气几句 他还真把自己当个人物了 成天用鼻孔看人 你们都看见没 刚刚那领导 人家根本就不鸟他 跟周浩比 他算 众人的讨论戛然而止 徐世奇正站在门口 紧披着嘴 眼里全是水汽 他一言不发 进来拿走了 韩宇落下的外套 任凭高婷婷怎么叫 不回头的走了 聚会结束后 等我开车到家 手机里全是申请 添加好友的信息 群里更是把我夸上了天 胡一阳跟张燕萍 对我的态度也变了 两个人在群里疯狂爱特我 请我通过一下 他们的好友申请 唯独韩宇跟徐世奇 从头到尾没出来说过一句话 没过几天 我又见到了韩宇 是在赵主任的办公室门口 我按照约定的时间来找他 韩宇手里正拿着一个文件袋 在门外等待着 看到我 他明显一愣 我冲他点了个头 他却别扭地转过了身 赵主任打开门 热络道 周总 可算是等到你了 快进来 我跟你说 IT复化中心的很多细节 一个多小时候我出来 韩宇还在门口的椅子上等着 这次我没再看他 静止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走出大楼 又碰见一个让我意外的人 徐世奇 我跟他打了个招呼 便准备上车 没想到他叫住了我 还没开口 就泪眼朦胧 周浩 你 你还怨我吗 其实我当初 我打断他 都是过去的事了 没必要再提 没什么别的事的话就告辞了 我女朋友还在车上等我呢 徐世奇呆呆地看向我车的副驾驶 车里的女友 察觉到他的目光 冲他微笑招手 徐世奇喃喃道 平听说 你女朋友比我们低一级 从小出国留学 是个白富美 我没回答他 我俩还要去民政局 赶时间 走了 徐世奇神情恍惚 目送我上了车一脚 油门离开 车子走远后 女友回头 是你同学 他好像还在看我们 我笑道 管他呢 乡车美女 估计看不够吧 则 你怎么有嘴滑舌的 哈哈 再听到韩宇跟徐世奇的消息 是在半个月之后了 两个重磅消息 徐世奇流产了 韩宇跟徐世奇在闹离婚 说不震惊是假的 毕竟两个人从高中毕业之后 就在一起了 这么多年都过来了 居然会突然离婚 然后是我不主动八卦 也有断断续续的各种留言 传到耳朵里 原来 这两个人的恋爱并不顺利 韩宇在结婚之前 就劈腿过好多次 徐世奇都忍了下来 两个人结婚以后 迟迟要不上孩子 无奈之下 只能去做试管 徐世奇为了专心备孕 甚至停掉了 好不容易得到的 电视台主持人工作 为了要孩子受尽了罪 以及婆家人的奚落和白眼 离婚的导火索 是两个人不知道 因为什么原因大吵一架 暴怒的韩宇 推倒了徐世奇 让他本就不太稳定的 他而没保住 韩宇他爸知道这件事以后 差点没把他打得半死 我不由得想到了聚会那天 韩宇跟徐世奇的相处模式 恍然觉得 也许徐世奇早就受够了韩宇 受够了这段不对等的婚姻吧 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 某天深夜 徐世奇突然通过同学群来 周号我离婚了 我现在真的好难过好无助 想找人说说话 我没理会 并退出了同学群 身旁的妻子睡得很熟 我关掉手机 抱着他一起安然入睡